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红色故都 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我们在这里可以深刻地认识到 红色政权和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哎呀嘞 有一条故事你听也说 没出西方也快天葱 快吹个天葱 没有流 该是更惨动 就像个天葱 也放太阳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可以前往这里 传承长征精神 砥砺前行 当年呢 这个沙洲坝是个非常干旱缺水的地方 那在33年的9月份 主席就带领群众干部 一起开挖了一口水井 村子里没有井 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调 毛主席带领战士和乡亲们 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后 乡亲们在旁边 立了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 吃水不忘挖井人 吃货奖面毛主席 作为一个瑞金人的特别的荣幸 能够生长在这片红色土地 当你踏入这片红色土地 你会深深地被这里吸引 它是非常欢迎来的 我们在德国听了很多 但是听话 是不足够的 不足够的地方 去看这些地方 它是通常的地方 它必须要走 我看到一家店 它们有这些美丽的袋子 什么意思 这些小笔带领战士 他们说 工作为民众 欢迎来到红色古都 共同德国摇览 瑞金 你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